同学们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机器学习Support Vectic Machine的课程 那么首先我们来回忆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在前面两节课的支持向上级,也就是Support Vectic Machine中呢 我们给大家重点介绍了Linear Separable的情况,也就是说线性可分的情况 并且第二节课给大家举了实例 那本节课呢,我们将为大家继续介绍Support Vectic Machine,支持向上级,针对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好,首先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们已知的这个SVM,也就是支持向上级算法的一些特性 比如我们再回忆一下上节课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在两类的点中呢,我们要选择一个超频面 使它能够最大化的区分这两类点,也就是使它的边际,这个margin可以得到最大 比如说我们上节课说到,我们假设做到这样一个hyperplane,也就是一个超频面的话呢 它两边的这个margin,在这种情况下它不是最大化的 但是我们看到下面这一个,如果我们做这样一条线 或者说在高位空间中做一个超频面呢,它的margin比上面这个大 所以呢,我们SVM这个算法呢,目的就是要找到这个,使它两边的margin最大的这一条区分的超频面 那么了解了SVM的基本算法之后呢,我们有总结一下几个特性 首先呢,就是训练好的模型的算法 还有复杂度呢,其实是由支持向上的个数决定的 什么意思呢,我们上次也给大家讲了 在我们这个hyperplane,也就是这个超频面找到之后 其实呢,真正起作用的点只是极个别的 也就是说,和这两个最大平面 超频面平行的两个平面相切的这几个点 是叫做support vectors 也就是说支持向量 那么比如说这个例子的话呢 就是说在下面这个点里面,我们看到只有这一个灰色的点 属于support vector 在上面呢,只有一个白色的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在support vector machine这个算法训练完模型之后呢 它的复杂度是由支持向量的个数决定的 也就是说在这个例子中,只有两个支持向量 所以它的算法复杂度非常低 而不由我们数据本身它的维度来决定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 SVM的算法不太容易产生overfitting 也就是说过分的fit这种情况 那么第二个特点就是说SVM 也就是说支持向量机的算法呢 它训练出来的模型完全依赖于这个支持向量 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support vectors 即使训练机里面所有非支持向量的被去除 我们如果重复训练这个过程呢 它会仍然得到一模一样的模型 举例子,就是说这个图吧 里面呢我们得到了两个support vectors 也找到了这个margin 最大的这个超平面 那么这时候假设我们把所有的其他点都去掉 比如说这12345这五个点去掉 以及上面的这个另外一个类里面的12345 这五个点去掉 只保留这两个数据,这两个点 那么我们重新来找这个超平面 重新来训练的过程的话 仍然呢我们将得到完全一样的结果 因为真正起作用呢 只有这两个support vectors 好,第三个特点呢 就是说假设一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如果训练出得出的支持向量个数比较少的话呢 它的模型就容易被泛化 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举个例子 假设我们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只得到了两个support vectors 那么这样的模型呢 如果有新的数据进来的话呢 它就容易被泛化 也就是可以适用更多的例子 那么如果有一个模型 我们有很多点都在这个两条边界的线上的话呢 它就不太容易被泛化 因为我们学到的模型 很可能是只是针对这个例子 它区分的比较好 但是对于新的例子来讲的话 它并不是区分的非常好 所以同学们可以记住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建造这个hyperplane 也就是说这个超平面的这个向量的时候呢 它的支持向量的点个数是多少 好,以上呢就是三个SBM的优点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 为什么在过去的十几年中 这个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performance也就是表现非常好 是因为以上几点 好 接下来呢我们讨论一下这个第二种情况 也就是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同学们还记得我们上次举个例子 就是说有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通过建造一个超平面 把两类这个高维空间中的向量点区分开 但有些情况 比如说下图中这个情况 我们是叫linear inseparable cas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个空间中做任何一个超平面 比如说我们这个二维的图像中 我们做任何一条直线的话呢 我们都无法把这两类点完全分开 同学们给自己想象一下 你随便来画 因为这个点本身分的这个结构 所以它是无法分开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叫做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也就是说叫linear inseparable的情况 那这种情况下 同学们可以想 那我怎么来建造这个超平面呢 来怎么使用这个SVM的算法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解决这种情况 也就是说 数据集在空间中对应的向量 不可被一个超平面分开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SVM仍然是有办法来处理的 基本上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呢 就是说利用一个非线性的映射 把原数级集的向量 转化到一个更高维度的空间中 什么意思呢 先给大家看一个例子啊 就是让同学们直觉上 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我们看这样一个例子 假设我们这样一个图 然后呢 我们有两类对吧 两类的数据集 一类用红点表示 一类用绿点表示 那这样如果是数据满足 这样一个分布的话呢 那我们肯定是无法用一个直线来分开的 对吧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 linearly inseparable case 也就是说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但是呢 SVM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思想在里面 就是说我们通过第一步 把通过建造一个映射函数 把一个本身在这个例子中 是一个二维的空间 把它映射到一个更高维的空间上 我们可以想象 把它映射到一个三维空间上 那就说我们之前假如说有xy两个坐标 现在我们有xyz三个坐标 那在这个更高维的空间上呢 它就我们看到 现在假设把这两 这两类的数据点 映射到这个高维的三维的空间上 那我们看到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我们可以通过建造一个平面 把这个红色的点和绿色的点分开了 所以这就是SVM来处理 在线性不可分的情况下的一个思路和方法 好 那同学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就是说那你怎么来建造 怎么样的映射来做这种 把它的维度来增加呢 或者说增加之后 我们怎么样来找到这个平面呢 好 这是我们第二个讨论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第一步 当我们把一个数据集 通过某种映射 转化到一个更高维的空间中呢 之后第二步呢 就是说在这个高维空间中 我们要找一个线性的超平面 来根据我们已经熟悉的 也就是说 根据linearly separable的情况来分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已经可以通过一个线性的超平面来分了 所以这部分呢 其实跟我们上节课内容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重点就在于 我们如何来找到一个映射 也就是一个函数 可以把低维空间中的点 映射到 投影到高维空间中 使它变得可以变成 linearly separable的情况 也就是说 线性可分的情况 好 再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 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在一个一维的这个 这个线 一个线性的点中 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两类 对吧 比如说 我们这个有两个蓝点和一个红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如果是它在一条直线的分布的话 我们无法 用一个条直线 把它们分成两类 对不对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但是呢 如果我们现在建造一个映射 也就是说 我们假如说 本来是x 我们现在把x 接到一个方程 说是fx等于x平方 那大家可以想到 这个 二次函数呢 它的图像是这样一个曲线 对不对 也就是说 我们当把x 变成x平方的时候呢 那它从一个直线变成一个曲线 变成这样一个形状的函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非常容易 可以建造一条直线 比如说让 这个y等于1 这条直线 就可以把两类点分开了 所以说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 非常容易的 找到一个超频面 来分开两类的数据 相当简单的一个例子 相信同学们通过这两个例子 可以在直觉上有一定的了解 好 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的看到这个例子呢 我们再给大家演示一个空间中的一个 demo 一个视觉化的演示 来看一下我们如何 这个SVM的核心思想是如何来工作的 大家看到 这个图像中呢 我们现在看到 我们稍微往回倒影 看到 现在我们有两类的点 对不对 有一些红点和蓝点 但蓝点集中在这个中心 所以我们无法用一个直线来分开 我们只能用一个圈 对吧 这明显不是一个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演示如何把它转化成一个高维空间中可分 可区分的情况 好 首先是一个2D的一个平面 这时候呢 映射到一个3D的空间中 大家看到啊 我们通过某种方程 建造一个映射 这时候呢 3D空间中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超平面 把这两类点分开 红色和蓝色 大家看到 然后呢 在找到这个超平面之后呢 我们再映射回去 把它还原到二维的空间中 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可以把两类点完全分开了 好的 相信通过这个例子啊 同学们对这个 SVM算法中的核心思想 有一个了解 好 那下面我就讨论一下这个关键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如何利用非线性映射把原始的数据转化到高维空间中呢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哈 好 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三维输入的向量 比如说X 大写X等于XXX3 那假设我们现在把它转化成到一个六维空间 叫做Z 把它转化到六维空间Z中去 那怎么转化呢 我们可以定一个简单的函数哈 叫这个φ φ1 X就等于X1 那φ2X呢 就等于X2 φ3X等于X3 对吧 这三个就对应到原来的X中的三个量 XXX3 这时候呢 我们φ4定义为X1的平方 φ5定义为X1乘以X2 φ6定义为X1乘以X3 这样呢 我们就把一个三维的向量 转化到一个六维的空间中去了 所以我们寄个新的向量叫做Z 那Z就是一个六维的空间 这时候呢 我们利用了Z 这个空间中 就当做我们上节奏学过的X 它就是一个线性可分的情况 那仍然在建造我们这个SPM公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有一个weight 也就是它的一个权重 和一个bias 一个偏好 这是我们建立我们的新的超平面的角色方程 叫做D 那建立一个这个方程 跟我们上节奏学的一模一样 唯一的区别就是这个W 它是一个向量 B也是一个向量 所以在这W和Z是向量的时候 这个平面就是超平面是线性可分的 所以呢 我们根据上一节课所讲的方法 拉格朗日的方程 就完全根据一模一样的方法来求解 那么我们就可以解出来这个W weight和B 这个权重和偏好 在解释到 解出来这两个量之后呢 我们带回到原来的方程 也就是说 之前我们的方程是XXXR3 也X为 这个基本向量的一个方程 那么在DZ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是因为W 这个weight 它是一个向量 所以它和Z乘起来就相当于W1 乘以X1 WX2 W3乘以X3 W4呢 就是因为Z是一个六维的 所以当然W也是一个六维的向量 所以它们对应相乘 加上了这个B 所以我们就到到这个新的方程 好 这样就解决了 如何我们将一个低维的空间 映射到一个高位空间中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思考两个问题 就是说 如何选择合理的非线性转化 把数据转化到高位中呢 因为我们 这个潜在 可以有很多很多的方程 可以 把低维的这个空间 映射到高位空间中 第二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到 我们这个方程中 有很多内积的计算 这是 大家知道这个内积的计算 它的复杂度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英文说的这个DOT PRODECT 内积的计算 那我们如何把这个复杂度能降下来呢 这就是两个关键的问题 好 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就是叫何方法 英文叫做Kernel Trick 什么叫何方法呢 我们先看一下啊 一个简单的例子解释 就是何方法的动机式是这样 就是说 在线性的SVM中 我们转化最优问题时 球解的公式 基本上都是以内积形式出现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回以上节课的公式 我们要取每一个训练集 让它对它做内积运算 也就是说 X 对它进行内积运算 就是它每个对应的元素 要相乘起来 然后再求和 那么这内积运算 它的复杂度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现在 假设有一个映射 叫做Phi 已经把它映射到高额空间中 那我们就要进行 对这个PhiX 对它进行这个内积运算 也就是说 假设我们这个PhiX 是把训练集中的向量转化到高为 非线性映射的函数 因为内积运算非常复杂 所以我们有一个小小的trick 也叫和方法 来解决这个复杂度的问题 我们现在给大家定一下 什么叫这个kernal trick kernal method 或者叫和方法 就是说我们想 建造一个方程 让它的结果等于 映射到高额空间之后的两个函数的相乘 它们的结果是等同的 但是呢 我们想达到的目的 就是说我们建造的这个和函数 也就是说 左边看到这个k xi和xj 它的结果呢 是等同于这个phi x和xj的 但是优点是在于 我们的这个和函数 kx和xj 它的运算量 也就是说 算法复杂度远远的低于 这个我们直接求内积的运算 好 这样就是一个和函数的基本思想 那我们看一下 什么是一些常用的和函数 我们就给大家举三类例子 那第一类呢 就叫 polynomial kernel of degree h 就是说 中文叫做多项式和函数 以h为这个degree 为度的这个多项和函数 我们看到是这样定义的 就是说 我们和函数定义是k 以xi和xj为变量 然后呢 等于它们的这个乘积 加上1 然后这样一个h之方 这是第一类的和函数 第二类呢 就是说 我们叫做 gaussian video basis function kernel 也就是说 高斯镜像机和函数 那它的定义呢 就是类似于我们这个高斯方程 也就是说 我们以自然数 e为底数 对它作为norm的运算 xsj 然后呢 除以两个的这个variance 也就是它的这个方差值 第三种方程呢 叫做s型和函数 什么意思呢 这是一个双曲线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同样定义的是kxixj 我们求这个tanh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点像我们之前学的三角函数里面的sin和cos 我们当时学过这个tan 是等于sin除以cos 那这里面是一个双曲面函数 它的函数值呢 是在x轴上是从负乘到正乌乘的 但是它的y值呢 是在负义和正义之间的 是一个双曲线函数 来定义的 其中的这个k和j 这两个都是两个参数 好呢 那同样可能说我们有这么多通常使用的这个核函数 那如何来使用 到底使用哪个kernel呢 也就是使用哪个核函数呢 怎么选择呢 这个问题啊 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也就是说 往往要根据我们对具体解决问题的先验知识来考虑 比如说对于图像分类的话 通常我们使用第二类 也就是这个Gaussian Radio Basis Function 因为我们需要做出的这个Decision Boundary 也就是说它的区分的这个决策的超平面 要非常圆滑平滑 比如说我们进行文字处理的时候 通常不用这个Radio Basis Function 所以要根据我们的先验知识来选择怎样的核函数 当然呢 还有种方法就是说我们可以尝试 通常常用的几个核函数 来确定我们根据结果精确度来选择我们要需要哪个核函数 好的 为了让大家更精确的理解这个核函数到底是内部什么 怎么来达到根据高的运算的同样的一个结果 我们大家举一个详细的例子 就是说假设我们现在定义两个向量 就是说一个X一个Y 它们都是一个三维的 那我们现在定义一个方程 就是FX 那它就是这样一个定义 X1乘X1 X1乘X2 X乘X3 然后分别是两两相乘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这个久违的这样一个向量 是吧 这个FX的定义 那么我们现在举例子啊 就是我们假设不定义这个kernel function 我们直接计算这个 它们俩的这个内积 那我们要怎么来算呢 我们来看这个具体例子 对吧 那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个X和Y 我们有一个FX 我们假设我们忽略这一行 我们没有这个核函数 那也就是说呢 那我们现在假设给X和Y各复一个值 这两个向量 比如说X是123 Y是456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套用这个FX这个函数 也就是说呢 把它两个值代入 这个函数呢 求到一个久违的向量 那就是说 对吧 就是说1乘以1 就是说X乘X1等于1 然后X乘X2 是1乘以22 分别套用到这个FX的公式里面 这个方程我们求到 FX是等于123 246 369 这样一个向量 好 那下一步同理呢 我们可以求出来FY 对吧 也就是说 把这个Y等于456 带到FX的函数里面呢 那就是4乘以4 4乘以5 4乘以6 然后 5乘以4 5乘以5乘以6 分别这样 求出来 这样我们得到FY的值 这样一个向量是 16 20 24 20 25 36 24 30 36 好 在求到FX Y之后呢 我们现在要求内积 对吧 也就是这个DOT PRODUCT 所以我们要分别相乘 它们的对应元素 然后求和 也就是说呢 FXY的内积等于1乘以16 对吧 这里是16 2乘以20等于40 3乘以3 24 72 依次对应相乘 然后求和 这时候我们得到这样一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运算复杂度 我们先求FX和FXY 已经有很多的运算是吧 两样相乘 在这里我们还要把对应元素相乘 然后再相加 这里只是一个久违的情况 大家可以想想如果是高位情况的话 这个复杂度有多大 所以我们得到最终结果是1024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定义了一个这个 核函数 Cernal Function 作为这样一个定义 也就是说 直接求X和Y的内积 然后给它的结果 进行平方 那它 我们来怎么样 来运算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细节 假如说我们定义一个K 这样一个Cernal Function 好 那么K的结果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这个KXY等于 对吧 X和Y分别是123456 那我们先求内积 也就是说 分别对应元素相乘 然后相加 也就是说 1乘以4等于4 2乘以5等于10 3乘以6等于18 这时候呢 这个内积 这个运算非常简单 是吧 因为我们是一个三维的项量 我们并没有去应用 这个算出来FX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我们得到这个4加10加18 等于32 然后呢 我们直接进行平方 得到1024 这时候呢 我们看到 我们得出了一模一样的答案 但是呢 我们算法的复杂度 减少了非常非常多 因为之前的这个Cost 也就是说 我们的复杂度 主要是复杂在 我们进行这个 各次FX和FY的运算 把一个三维的向量 转化成一个九维的向量 但是呢 我们如果apply 也就是说 使用这样一个kernel function的话 我们可以大大减少 向量的这个 就是运算量 但是呢 达到同样的效果 所以通过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 通过对核函数的应用 我们大大减少了 运算量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使用kernel的一个 主要原因 就是说它有两个意义 第一 它可以把元素的向量的维度 从低为映射到高尾 第二呢 就是说通过使用kernel 它可以大大降低我们的算法复杂度 通过这样的例子 我们希望同学们深刻理解了kernel的一些应用 下面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讨论的所有问题 SVM 它解决的都是一个两类的分类器 也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classification 这个分类问题呢 它只有两类的数据 是吧 它是一个binary classification 那有些同学可能就困惑了说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大部分解决的问题 它都不是两类的问题 它可能是一个多类的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的问题 那如何解决多类的问题呢 因为我们SVM好像到目前为止 只能解决两类的 这个binary classification的问题 好 答案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特殊的方法 把它转化为 可以解决多类问题的这样一个算法 我们可以这样做 我们可以想象 就是说 假设我们现在有10个类 对不对 从1到10 那么我们可以设置10个分类器 也就是说 每个分类器 我只关心你 是不是第一类和剩下类的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设置第一个分类器 我就想区分 你是第一类 还是从第二到第10类的 那么其实是两类 对不对 就是说第一类它属于一类 然后二到九 我不管你是哪个类的 我就把你当作是一个类 那么这时候呢 我可以通过SVM 把它分成是属于第一类呢 还是属于二到九里面的 那这是一个两类的问题 我们可以通过SVM来解决 也就是说 我们叫做one versus rest 这个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本来有一类 是吧 然后rest就剩下了类 所以我们就把这当作一个 转化成一个两类问题的一个分类器 那同样的道理呢 我们可以针对二这个类 我们可以把它转化成 是不是第二类 也就是说 是第二类呢 还是说是其他类 那其他类当然指的就是 第一类 还有从第三类到第十类 这样一个分类器 那依此类推呢 我们可以把第三类单独提出来 第四类 一直到第十类 所以说我们可以并行的 建十类的分类器 来选择 对这个新来的一个测试集中的数据 看他对于每一个分类器来说 给大家的答案是什么 那么之后呢 发布答案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比如说 根据多数投票的原则呀 各个方向来进行选择 看他到底属于哪个类 当然说一种方法是这种 多数投票的方法 还有一种方法呢 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距离的远近 比如说距离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选择 可以选择这个曼哈顿距离呀 或者是上次我们大家提到这个Euclidean distance 用各种方法来选择 当然大家看到这个核心思想 其实就是说 我们是可以都是一个转化的思想 比如说开始我们讨论到 我们是一个linearly separate of case 也就是说我们是一个线性可分类的问题 我们解决了之后 我们说OK 如果有一个高位的问题 我们如果有一个线性不可分的情况 我们怎么解决 我们还是把它转化到高位中 利用线性可分类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看到 如果是一个两类的问题 我们可以解决 那多类怎么办呢 它是同样的思想 就是说多类其实可以转化为 多个两类分类的问题来解决 好 所以通过这两节课呢 希望同学们对SVM算法的核心思想 以及Curnal Function 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那么下一节课呢 我们将大家再结合一些实际例子 在Python的SKLearn中 如何来解决这个 linearly non-sample的问题 也就是说线性不可分的问题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来解决